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a 台股过了史上最强的旺季了吗 再来还有哪些产业值得去留意呢 我们赶快将镜头展交给John老师 Hello大家好我是John 那今天的台股大涨200点 我们也会针对后面的产业看法 以及大阪的这个看法 经过这个台股最强 史上最强的旺季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是全球市场还是台股 这两年真的涨得非常凶 那我们可以从去年 从这个疫情过后来看 像是防疫需求概念股 我们当初提到的天国一辉 那接下来还有宅进去 那时候的远端视讯会议 像原钢原展充钛等等的股价都非常标 再来带动后面所谓的APF载板 因为大家还知道 原来APF载板这么重要 在所谓的高速运算或是5G的情况下 那接着又涨到所谓的被动跟晶圆代工 然后后面我们可以想到 这个去年底再涨所谓的电动车 那时候宏怀肯定夯 还有什么NIH电动车平台等等 还有加上航运 在今年初以及5月底过后的一段反弹 反弹到200点之后 其实都创下了一个新的高点 那直到最近 又重新涨回到晶圆代工 那其实这些所有的需求 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都是在疫情过后推升的报复性需求 那主要都是缺货涨价而推升上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就是在短暂需求推升之后 后面我可以看到防疫需求概念 我现在应该说在前一阵子 整个需求都已经开始下滑了 那加上现在的宅经济 我们都知道快不可比电的在砍单 还有像是被动元件也开始没有在涨价 那加上电动车也开始做一个减产的动作 那种不管是航运 现在也其实有一个破底的动作 再加上现在的记忆体其实也需求也在衰退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低润的报价都在反转 那现在整体来看 真的能看的两个产业就是载版 还有像是晶圆代工 真的只剩这两个产业可以看 所以接下来在大部分的产业 在大部分的商品库存都开始补足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去回想 这一整年都是在缺料 大家缺料缺怕 所以上游的厂商就是做一个动作 抢料 因为抢不到就没有料可以卖 所以他们拼命的抢料 那在下游的库存补足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预想 接下来产业会面临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全球智慧型手机 现在已经开始下滑 它的出货量 那整个问题就是出在 因为之前华为被打压 那像是OPPO Vivo 还有像是小米等等的陆系手机 都把这个预期展望含得很高 所以大家对下半年的 本来手机的展望预期的销量非常的好 但是现在因为发现销量没有这么好 也开始去下修它的一个展望 一个预期的展望 还有像是笔电 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 不管QuanBook笔电已经砍单两成 那接下来有一说是用商务笔电 去弥补这个低阶的 这个QuanBook教育笔电的这个缺口 认为应该说是没有那么容易去补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面板的报价 也在走跌 不管是65寸的比较大的电视 还是像是小尺 中小尺寸的笔电面板 其实整个报价都开始在反转 所以我认为这个产业也面临到一个供需的问题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是我们第四季原本预期车用会非常好 但是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尼印度 整个疫情都爆发之后 不管是福特还有像是丰田 通用汽车等等的销量也都开始下滑 而且这个下滑的幅度不是什么5%10% 有可能是到20%30%甚至是四成 这个幅度其实非常大 所以下半年的车用原本预期会开始复苏 在第四季我认为也要延后 那接着在需求降温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PCDRAM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DRAM的报价也开始反转 那不管是PCDRAM 还是ServerDRAM跟ConsumerDRAM 其实都开始做一个下滑反转的动作 所以我们之前提到像是威刚3260 我们之前非常看好 因为它是做记忆体模组 但是因为低价库存用完关系 加上DRAM的报价反转 我们反而接下来是非常不看好 记忆体这个产业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是美国的美光的股价 其实也慢慢开始在滑落了 目前其实已经修正了一个25%区间 那像是威刚的部分 我们也是在之前第二季财报出来之后 就全数租金 那现在其实我们是有做一个配置空单的动作 那刚刚我们像是提到面板的报价反转 那接着驱动IC 因为上游的晶圆代工 晶圆代工调整涨价 那加上下游的面板 报价又不能反映给终端的消费者客户 所以我认为驱动IC应该在9月份 它的获利会建一个高点 那毛利率接着会下滑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就是反映三到六个月后面的事情 所以现在其实不管是敦泰 典泳天狱等等的股价都开始慢慢在破底 那敦泰是第一个破底 那另外两家我认为后市也不太乐观 那以及像长龙 因为现在很多人手上还是有长龙 那真结点就在于它的EPS如果三四十块 那一百出头的股价会相当不合理 但是这个点我认为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像是筹码你说外资不在 主力不在投信也不在的情况下 到底谁要去拉动整个航运股的走势 我认为大家可以不用当先知 因为这个部分它就是属于比较弱势 那你说它今年的营运好 那明年会不会持续这样的营运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认为航运股暂时还是先不要去碰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航运股之前做过很多趟 那后面的几趟其实都是在做短多为主 因为现代状况真的是比较不明 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留意手中航运股 去到底怎么去处理 那接着我认为大部分的产业 在第四季都会出现一个拐点 因为其实我认为第四季的产业 应该有四成以上会出现所谓的负成长 因为前面的机器真的太高 加上报复性需求 如果高一段落的话 现在能做多的真的只剩像是半导体 概念股像是高速传输概念股 这些类型的股票 那其他像是驱动IC面板等等 还有疫情相关的 其实很多产业都开始反转 所以在这个阶段 如果大部分的产业如果出现拐点的话 接着我认为整个盘是会比较像是 2014年7月的走势 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之前的开线图 因为那时候也是面临所谓要缩减购债 还有经济已经告一段落了 就是经济不错准备缩减购债的一个阶段 那我认为那个阶段就比较像 2014年7、8月那个时候的走势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台股可能会进行2到3个月的修正 那这边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空单的操作 那如果不喜欢放空去操作的话 我认为手上多单的比例也要尽量减少 务必一定要躲过后面的修正段 保护自己手上的资产 谢谢赵老师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ne App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